大家好,我是靖 最近桃子大量上市了 这么大一盒一共三磅 才3块9毛9 而且这种本地产的应季桃子又大又甜 所以最近各种吃桃子 今天呢,我们就做个桃子蛋糕 制作很简单,果料足足的,很好吃 首先来处理桃子 准备两个桃子洗净 用你自己的方法切成小块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我切桃子的方法 用小刀竖着切几圈 然后再横着切一圈 两手用不同的方向拧开 这样桃子就变成了大小均等的小块了 当然这种方法适用于桃子是立合的 而且桃子稍微有一点硬 如果特别软的就不适用了 同样的方法把另一个桃子也切成小块 准备好25克红糖 倒入一半进桃子里 留一半后面放在蛋糕面糊里 把红糖和桃子块搅拌在一起 让它腌制一会儿 准备150克低筋面粉 加入一小勺泡打粉 半小勺肉桂粉 四分之一小勺盐 另外准备一个碗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刚才剩余的另一半红糖 把鸡蛋充分的打散和红糖混合在一起 加入40克椰子油或者是融化的黄油 充分的搅拌混合在一起 筛入刚才准备好的面粉混合材料 翻拌混合在一起 如果面糊比较干 可以加入适量的牛奶 我这里加了35克牛奶 最后拌到这种细软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腌制好的桃子块 再加入30克葡萄干 把所有的材料翻拌在一起 不要过度的搅拌 大致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烤盘刷油或者铺好烘焙纸 倒入混合好的蛋糕材料 大致的把表面抹平 在面糊的表面先撒一层肉桂粉 然后再撒一点红糖 大约15-20克左右 送入预热好的烤箱 375华氏度 190摄氏度 烤30-35分钟左右 用一个牙签插入蛋糕的中间 如果拔出来是干净的 那么就证明烤熟了 出炉的蛋糕稍微放凉一下就可以切了 每一口都可以吃到香甜柔软的果粒 你们也快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击订阅 关注我吧 我是进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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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